接下来我们来看综合题 反正你知道这个过程就行了 下面来看例题 100题列我们先挑一题 这种题是常考的 请你求技术的收敛域集合函数 大家看到是不是先求收敛域 告诉我是不是由阿贝尔 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三部局 求收敛域的程序 第一不管什么 不管三千二十一 各位整个这个x的n-2 比上n乘3的n次方 它是不是另乘叫unx 是不是第一步先加绝对值 懂了吧 先入为主大约点0 第二步是不是考虑用 比值或者跟着判别法 那我们这个都可以了 比如说我用limit n去无穷大 然后用un加1 x的绝对值 比上unx的绝对值 会了吧 然后等于limit 我们把它抄进来 于是这个绝对值里面 所有的n是不是都加个1 所以上面是不是写成 x的n-1了 是不是 底下除也 那么就是n加1 乘以3的n加1次方 然后加绝对值 大家看得很清楚 底下是不是都是正的 所以实际上不用加 是不是只用加3就行了 对吧 你只需要给x加了 是吧 除以它 是不是相当于乘以倒数 乘以倒数 来写一下 那就是x的n-2的绝对值 上面是不是写n乘3的n次方 是吧大家 好 我们来 我们把它划减一下 这很简单的 这很简单的 划减一下 它就等 这个电脑是你命啊 突然就变成了 没事没事 我已经接受了 n去无穷大 你这个电脑好就好在那 它散热快 是吧 它不犯这个迟钝的病 毛病 就是犯精神病 是吧 好 n去无穷大 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你看 n比上n加1 各位 n比上n加1 这样的极限 是不是这样是1啊 这个是不用约掉 这算极限 但我就算没有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 然后的话呢 这是3的n次方 这是3 是不是变成3 对了吧 所以的话呢 我提出是不是有三分之一了 好了啊 它等于三分之一 然后乘以 我我我 哟 那没了 这个极限号是不是不要了 因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的本领 强大了 是吧 这工作可以做到 极限上去 你看到没有 n比人加1 极限是不是1啊 然后你约掉这个东西 是不是没有 这个这个 极限了 听懂没有 你剩3啊 所以是三分之一 乘以什么 x的绝对值吧 就x了吧 它和它约掉 不就剩一个x吗 听懂了吧 所以 直接说吧 另结 小于1 列结推 x的绝对值 小于3 立即得到 x是不是在 负3 到3里头 是不是 x在负3 到3里头 写到这一步 大家实际上 已经明白了 根据谁 阿波尔定理 怎么说 你少给人家 两块钱 所以人家就会 让你单独讨论什么 两个端点 是不是啊 带你去啊 现在把x等于3 带你去先 当x 第三步啊 x等于30 列结推 我这个结束 就变成什么了 x取3了 是吧 这样的话就是 3的n 减2次方 除以n 乘3的n次方 是这个吧 sigma n从 n从2 到无穷的 它写的是 从2开始 尊重原题 它就变成了 sigma n从2 到无穷的 但是这是约掉的 是吧 你约掉一个n 上面是不是剩3的 4次方 是不是就九分之一 是不是九分之一 实际上九分之一 实际上可以提出来了 是不是就九分之一倍的n分之一 这样的话 九分之一不要看它 这是不放散的 调和极数吧 n分之一啊 n分之一是不是叫P取1的时候啊 P取1的时候 极数是放散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点能不能去啊 不能 x等于-3带进去 立即推 这个极数变成 n从2到无穷大 是-1的n减2次方 是吧大家 再乘以3的n减2次方 除以n乘3的n次方 对了吧 因为你是-3 听得懂吧 -3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马上就发现 其实这个东西 这个减2次方没用吧 减2是不是相当于是 除以-1的平方 -1的平方就是正一啊 所以这不用写的 是不是叫 那个九分之一 是不是还可以拿一下 三的负2次方 是不是九分之一啊 拿走了啊 是sigma n从2到无穷大 就是-1的n次方 是不是乘以n分之一 对不对 大家告诉我 这是什么技术 这是不叫交错技术 根据莱布尼兹派别法 它的n分之一 是不是单要减少 是不是通向区连 根据莱布尼兹派别法 是什么 这是收敛的啊 这是收敛的啊 这是收敛的技术 对了吧 顾收敛欲一起背 是左臂 右开 这叫收敛欲 收敛欲为 -3到3 左臂又开 听懂了没有 哦 听懂了啊 好了 我写完了啊 写完了我擦掉了啊 会了不 考试四分啊 这里有三到四分啊 每一个大题 只要求合安数 先让你干这活 你不要给我丢份 好吧 千万别忘了单独讨论的俩端点 因为我们欠 阿伯尔两块钱 是意思吧 我们有个约定 记得吧 这个不说了啊 这个不说了 哎 我们的约定 念念不忘 是吧 好了 这个收敛欲求完了 是不是求合安数了 现在我这样一下再看出来 各位现在的N 是不是在分母上 哎哎 是不是 你要想搞掉这个N 是不是肯定得先倒后击 对吧 先倒后击 是不是得用变现积分 这个都没问题了吧 只是你现在明白 我要干掉N 必须上面是N次方吧 因为只有 哎 是还不是 只有N次方才能干掉N 现在是N减2次方 怎么办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 所以给这个得乘上谁 X次方 所以我们记 你要求的这个人 是SX 不要搞混乱了啊 N从2到无穷大 X的N减2 比上N乘3能怎么 是这个吧 但是我求的时候呢 则 你看好了 我是不是能写X平方 乘以SX 对吧 你给他补一个二次方啊 这样的话 它就等于Sigma N从2到无穷大 是不是写成N乘3的N次方 分之X的N次方了 这样说可以了吧 其实啊 说到这儿 接下来就好办了 先干什么来着 先导后击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个过程 稍微复杂一点啊 所以我们可以分步骤进行 你记得是不是 先求T方ST 求导 记得吧 因为那个表来说是 细分A到X S1'T DT 再加SA 是吧 我现在是不是先可以先算S1'T 懂我意思吧 所以等会再往里带啊 先算S1'T 是不是就等于说 现在整个这个是背景函数啊 你要整个对它求导嘛 对不对 这样可以理解吧 好来求导 对T求导 它就等于S2'N从2到无穷大 那么就是T的N次方 比上N乘3的N次方 对T求导 对吧 它就等于 直接说了 S2'N从2到无穷大 是不是TN拿下了一个 是不是N约掉了吧 这剩下的是什么 是不是剩下就T的N-1次方 比上3的N次方 各位对吧 现在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写成 等比级数的和了 嗯 等比 这不等比级数吗 你没看出来啊 没看出来 来来写一步来 是不是提一个3出去 是还不是 N从2到无穷大 跟上无数的 我问你底下 是不是写3的N-1了 上面是不是T的N-1 故它是不是叫 三分之T的N-1次方 会念了吧 一起背 它等于三分之一 乘以 一减公比分的首相 对吧 叫1减公比分之 首先是减 N从2开始取的 所以2带进去 2减1是不是就一次方 叫三分之T 我说清楚没 这样的话 你的结果就变成了 我超过去写一下 它这个一通分 三分之一 乘以 这个一通分是 3减T分之T 是这个吧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话 是写成了 3 乘以 3减T分之T 不理我 是还不是 是 这里T的范围告诉我 T除以3 是不是得在 负1到1之间 因为公比是三分之T 所以T是不是在 负3到3之间 对了吧 没关系 你肯定保证 在收连域的 收连域 刚才是负3B到3K 这是子级 肯定在里头的 没问题吧 好了 接下来 是不是带进去了 这个过程 我建议你要这样分开写 因为这部分是比较复杂一点 是吧 好 接下来 你不要光求导 是吧 还得积分啊 所以我们的 跟上啊 你总的公式 你还记得吧 我现在 我要的是那个什么 X方SX 它应该是 刚才的公式里 总的那个SX 懂吗 它应该等于的是积分 它的展开点还是什么 是吧 还是零点啊 所以是 零到 X 叫T方 ST 对T 求导 DT 加上 整个他们去零 听得懂吗 叫零的平方 乘以S零 我应该写得很仔细了吧 懂不懂 懂啊 懂啊 就是 这整个这个东西 是原来那大SX吧 对不对 这是那整个的大S零 懂得意思吧 它是等于积分 零到X 整个的ST 对T 求导 DT 是不是 我说的对不对 你搞清楚的啊 搞清楚的 好了 这样的话就出来了 各位 这已经算完了 你知道吗 这个零是不是没有了 那么这个是不是 已经算出来了 是不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往里带 对不对 这不是吗 这不是他对T求 这不是他对T求道吗 这个题目难一点啊 主要是计算过程复杂一点 把它带进来 是不是叫 零到X T比上3 乘以3-T DT 这是不是一个简单的 一元积分学啊 来 操稿纸上一下 写好了没有 不着急 写一下啊 写好了吧 写好了 我超过超这边了啊 零到X T比上3倍的 3-T分之 DT 是这个吧 大家是不是要拆项啊 这个拆项的话 还是比较容易的 你就给它怎么办 减个3加个3吧 这个很简单的是吧 减3加3 这个不是T-3 这不是3-T嘛 所以大家说 这一决是不是有个 负3分之1 加上3-3 是不是叫 3-T分之1 是没理我 是不是 这个极其简单啊 这个 好了 这样的话 前面上是负3分之1 是不是0到X就是X 听懂了吧 在后面这个简单了 这个这一块呢 我们算一下啊 它实际上是负的Loin 是不是3-T 带0到X进去 这样一带 这个实际上是负的 负的吧 Loin 3-X 这个0往里带 叫Loin3 负 减负Loin3 是不是加Loin3 加Loin3 看到没有 就这个结果 写出来没有啊 写出来啦 来 我们写完它啊 它这个东西就等于它 所以X方SX就等于 来 我这个擦掉了啊 我直接写答案 它就等于 再念一遍呢 负3分之X 减去Loin3-X 再加上Loin3 很好 于是 SX是不是出来了 于是立即推 诶 各位 你是不是成了个X方 你除过去的话 是不是在分母上 X不能取零吧 对不对 不能取零啊 所以你一定要保证 在X不得零时 SX才等于 X方出过来 负3X分之1 减去X平方分之 Loin3-X 加上Loin3 能听懂吗 得有这个啊 得有这个啊 好 别着急啊 我问你收敛欲 是否负3到3 就大于等于负3吧 小于3 但是零得在里面吧 对啊 在啊 你不能说 把零扣掉了 那不允许的 它是负3到3 零在里头的 你是不是单独算S0啊 懂了吗 但是S0我告诉你 特别好算 来往回看啊 往回看 你的SX是不是这个 我现在把整个过程啊 我都给你把它去掉了 这个X方 是不是你自己成的 我得这么说句啊 整个这个推倒过程 是你自己成的 所以你确实是 应该确定一点 就是在X不得零时 是不是才能得到 这个表达式 这点确定无疑的 是对的 我把它复制粘贴啊 我把它放前面去 你看啊 我放在这儿 我放在这儿 单身的话呢 来讲的话呢 你 那你 这个 解的话 应该是这样写了 解这样写了 所以SX 是不是等于 好了 这应该叫做 X属于什么 负三到零 并上零到三 标准答案啊 自己写抄一遍 这个待会反正得抄的 对吧 这部分大分就给你了啊 这左的分反正都给你了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对了 X等于零 我教过你 其实啊 很多书对这个问题 讨论起来 是太复杂了一点 太复杂了一点 我们要 你要是仔细一点 这个答案是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你既然 刚才求了 收敛域是 负三到三 这样一个区间吧 那我就充分有自信表明 SX 既然它的收敛域是它 在零点 是不是必然是 收敛到一个数的 不可能不存在 对不对 那么这个数是几呢 不能少啊 你能懂吗 就收敛域里 点点不能少 少一个都要扣分的 但是也不需要多 你只需要把收敛域 所有点都包括了 是不是就满分了 这个意思明白吧 那么那S0等于几啊 其实很简单 我就需要大家 仔细一点 你给我展开 我给你看看 N去20是几 念 这是二吧 这是二吧 三大平方是不是九 是不是十八分之一 没有X 你N去20 二几二是零 X零次方是一 听懂没 是先告诉你 这个表达式是几 你听懂没 SX的逻辑是 不管S取什么 我先写出展开式 对不对 然后再把X等于几 带进去吧 下一项是几 什么零 SX 下一项呢 N取几了 三了吧 三的话呢 这是三 这是三的三次方 我不用算了 三乘以三的三次方 上面是不是叫 X的一次方 再加往后 是不是叫 四乘三的四次方 是不是X平方 是不是一直接下去 那请现在问大家 S0等于几 看懂了吧 是不是后面全都有X 它实际上就是 这不就这个答案吗 好多数费尽千辛万苦 还求极限 这可以直接带入值 它本身就是连续函数 对吧 满份 就这样写 这可以 听懂了吧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道综合体 立体三 这可以带到